大家好 我老姐跟我姐夫不就回家了吗 今天咱们抓一只鸭子 抓一只比较重的母鸭 咱们还是见到这个寄生院里面去抓 在外面也抓不到 兄弟们 抓到了 救贪了 还有几只鹅 年底的时候 咱们要把它杀了 现在鸭子受到了惊吓 估计一时半会 它不会过来吃 所以这个鸡 炸几个蛋 差一点忘了 这头猪没胃 你想出来是吧 明天就可以出来 今天最后一餐 明天就杀你了 最后一餐 吃完就上路 这一餐玉米也给的多 猪生最后一餐 猪生最后一餐 很是期待明天杀猪 咱们现在去上面捡鸡蛋 猪哥多吃一点 最后一餐 不要做饿死鬼 周边转一圈 看一下有没有鸡蛋 感觉应该有 两天没捡到鸡蛋 按道理的话 是吧 十三十四只母鸡 总得要下那么几个鸡蛋吧 看一下鸡棚里面有没有 之前捡到过 没有鸡蛋 鸡蛋都拿来去的 你们下鸡蛋下到哪里去的 狗妹 来 开饭 快吃 什么时候生小狗仔呀 居然黏上了 黏上了 也没发现肚子大呀 是不是黏上了 没有配上了 来 再给一点水给它 断了一圈 没有鸡蛋哈 现在咱们去下面喂 拉几头猪 鸭子抓下去 走喽 现在来这边啊 喂这几头猪 这是煮好的米饭啊 白花花的 大米饭 小猪咯 现在喂这七头小猪仔啊 小猪仔小 多搞一点细扛啊 营养 搅拌一下 快吃哈 你们七头小香猪 现在啊 活都干完了 回家 把那一只鸭子 咱们替回家 晚上把它宰了 啊老姐抓了一只鸭子啊 晚上 爆炒 这今年啊 就你上次寄了那 两只鸭 两只鸡给我吃过 后来没吃过 嗯 家里的 老老姐明年不出去了啊 以后这个鸡鸭我管够 啊 我现在去贷款 哈哈哈 贷款是吧 老姐的 真的还假的 真的 真贷款50万啊 啊 贷款是好事 说明啊 这个超市姐夫开的好 投资 加大投资 嗯 可以 还是你面子大 后面我两个就没吃过他的鸭子 老爸说要把这个同事弄出来去卖 能卖几个钱啊 老爸能卖几个钱啊 十几块也一斤哈 这些不就是卖个两块钱啊 十几块钱不值吧 哎呀 不要不要不要来得去 啊 老姐带上护鸭本啊 带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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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姐 你这个重量这个小毛驴扛不住哈 会抱他一哈 喂 啊 嗯 带管去 妈妈 妈妈 哎 哟 叫我干嘛 叫我干嘛 弄出来了哈 能卖多少钱呢 下次那个手破烂的啊 咱们就把它卖了 老爸那还有 还有啊 还有啊 什么都干不了 不会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铜丝啊弄出来了 差不多有四两啊 十来块钱一斤肯定有啊 这些应该有四五块四五块钱是肯定有了哈 放起来下次卖掉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啊 再见